1977年1月4日凌晨2点 东京品川车站外 六个刚刚下班的年轻人 结伴向宿舍走去 在去宿舍200米左右的公用电话亭旁边 其中一个女孩幸运地捡到了一枚十元银币 和一瓶未开封的可乐 出于对晚辈的爱护 小女孩并没有喝这瓶可乐 而是将她给了他们中最小的16岁男孩 惠明媛 回到宿舍后 惠明媛就随手将可乐 可乐放到了冰箱里 洗漱之后 其他人都回到了二楼休息 惠明媛感觉有些口渴 便将冰箱里的可乐打开喝了 但惠明媛仅仅喝了一口 便将可乐都吐了出来 她虽然可乐喝得少 但也不是没喝过 这瓶可乐的味道实在太难喝了 然而五分钟之后 惠明媛便开始口吐白沫 全身抽搐 室友们急忙将她送到了附近的品川医院 但医生经过一夜的抢救 还是在次日凌晨7点30时 宣布了她的死亡 室友们刚开始以为 惠明媛是食物中毒导致的 但医生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警方到来后 对惠明媛进行了试检 才发现她是氢化纳中毒 而氢化纳的来源 正是那瓶可乐 八字算命书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林福法事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 二九八八 一瓶没有打开的可乐 据商店老板 十五岁的儿子说 他早上就看到了 这瓶可乐 因为着急出去 所以没有喝 原本打算回来喝 没想到居然是毒可乐 他也暗自庆幸 而经过检测 这瓶可乐中 仍然含有新花纳 且伎量越来越大 之后 新方又在去 电话亭不远的路灯下 发现了第四瓶可乐 为了警醒疏于防范的 普通居民 东京警示厅 立即联系电视台 报纸等新闻媒体 呼吁大家 不要随便检订上的可乐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大阪三十九岁的男子 升旗 在路过自动贩卖机 买烟时 发现一瓶可乐 仍不顾同事劝阻喝了一口 后来他果然中毒 被同事送到医院后 被抢救过来 原来他喝的那瓶可乐里 氢化大剂量过小 但令人奇怪的是 好不容易捡回一命的 升旗竟然自杀了 原因竟是 因为他觉得 自己不顾同事劝阻 喝毒可乐的行为很愚蠢 所以不愿苟活于世 这个自杀的理由 实在太牵强了 所以警方不得不怀疑 升旗就是那个犯罪嫌疑人 他之所以喝下 毒可乐没死 是因为他掌握了 金化纳的伎俩 但警方又找不出 他作案的动机和证据 所以这件案子 到今天都没有破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